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小点动静小点动静 皇上在里面吗 皇上在里面吗 陛下 臣已恭候多时了 起来吧 谢陛下 真是烦透了 没想到太后 也跟朕来了一招 出其不意 恭其不备 是才公宴上的事臣已尽致 事情已经过去了 陛下不必如此过于烦心 今天要不是窦英出来解围 真不知道怎么收这个场 太后的气大着呢 立储君的酒未喝成 太后自然动了气 关键是梁王会怎么想 陛下 陛下破格接待梁王 不就是要 争取拉住梁王吗 陛下这一招其实对的 今天的回应也是高明的 陛下还是要以 手足情拉住梁王 接下古肉之盟 那么北起泰山 西到高阳 梁国这一大片土地 就可以成为拱卫京师 至关重要的屏障 其中心地建设 下来的 两王才会尽手足之力 至于太后 一旦明白了大局 肯定 也会帮着陛下的 就这样吧 和亲匈奴的事要抓紧 喏 选一位公主吧 这邪藩一开始 形势难以预料 北边边境上 可不能再出什么事了 喏 这邪藩 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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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在家里面 我还不够了 那我还在家里面 一路走 一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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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走 来 来 来 停 踢过来呀 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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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好好好 来 来 来呀 好 好 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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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啊 这是田囊关 让送给韩大人的 这边 这边呢 提过来 快点 好 这边 快点 快点 官人到此看球 都享受慈等待遇吗 回大人 普通官人只有一杯苦茶 那你这这 回大人 这都是那边的田囊关让送来的 好 这边呢 这 狼关姓田 我怎么不认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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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梁王来朝了 可不 听说太后 专把大挪的仪式 放在迎接梁王的宫殿上 听说楚王也来了 楚王哪能和梁王比 我听说皇上 拿自己的玉秤迎接梁王 还亲自驾车为他开路呢 好 好 好 领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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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啊 来 来 好 好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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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人不要见怪 在下只是想结交大人 你是谁啊 为什么 对本官如此礼遇呀 在下 在下郎官填坟 其实 我与你们家大王也是亲戚 亲戚 哪门子亲戚啊 在下的姐姐 就是梁王的嫂嫂 宫中的王美人便是 可他姓王你姓田是义父兄妹 是惊 还望田大人海韩呢 请坐 在下的娘改嫁前后生了我们两兄妹 韩大人是皇上的远客 也当然是我田坟的客人 我带我姐姐招待那时大人 也是分内的事啊 多谢多谢 倒酒 大风起溪云飞扬 威家海内 鸡归故乡 安德蒙世世首四方 舅舅 快走 停车 刘志 你看你看你看 大风起溪飞扬 威家海内 接着 接着来 安德东西 这边 这边 这儿 这儿 这边 这边 不是 这怎么快 快 智儿 你不要命了你 走吧 我们快走吧 玩疯啊 你不要命了 你 这么傻 这么傻 这么傻呢你 真吓死人了 你 我说我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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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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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给姐姐打声招呼的 朝廷啊 要出大事了 这好好的出什么大事啊 你还看不出来呀 去读书 去读书去 快去 匈奴啊 在边关闹成这个样子 满朝温武嚷嚷的要出兵 皇上居然不管 硬是把这天大的事给摁下来了 眼下曹大夫向各诸侯国派出暗叹 上天入地地找茬 抓王爷们的把柄 抓什么把柄啊 王爷们 不都是皇帝的血清骨肉吗 等着瞧吧 朝廷可能就要大举动了 搞不好这回就要出大事 这可是个大马蜂窝 不捅则已 一捅就全乱了 朝廷和王爷们的这些关系 盘根错斜 弄不好是人人自为呀 姐姐 你在皇上身边呢 虽然皇上现在宠着你 可是这时候啊 你还是得多长些新眼儿 兄弟啊 我也正想问问你 你看皇上这两天总是心神不定的 大事小事都是只听那个朝廁的 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我说姐姐 你不知道曹廁什么人啊 了得啊 他是皇上的老师啊 先帝时代一个朝廁一个甲仪 大政方针啊都是他们两个在幕后设计的 后来甲仪就先死了 先帝就安排朝廁叫咱们皇上读上书 这个人啊在朝中有名啊 人家都称他为智囊 后来先帝就安排他们辅佐咱们皇上 你说皇上不信任他信任谁呀 玉石大夫 卫列三公和丞相 还有管兵的太尉平起平坐 我听说他给皇上出个大主意 薛藩 薛藩 他薛谁呀 我问问你呀 当今天下谁最富 我听说当今天下最富的 要数吴王和楚王啊 咱们皇上又穷又省啊 皇上一年的开销 还顶不上楚王的一顿大喜呢 姐姐啊 那个吴王刘璧啊 富得可真是流油啊 他手上几百处铜山 皇上把筑钱的大权给他 那铜水一到 凉了之后就是一串串响叮当的铜钱啊 当今天下流通的铜钱 有一半是吴王供的 那吴国又地处 供着关东西北的石盐 光每年镇的盐钱啊 又不知道多少金子 他财力早就超过朝廷了 你可别忘了 要论辈分啊 吴王是他的小叔叔 可论感情 他可是皇上的仇物人 兄弟 你说他们这个削帆 到底是错还是对啊 是好事 也是坏事 瞧你这话说的 等于没说 坏事 这坏的一削帆 就要削出反叛来 天下就大乱了 这好事吗 天下一大乱 说不定咱们家的机会就来了 咱家智儿的机会 也就跟着来了 哎 薛帆薛帆 薛的就是这些王爷 上有太后 皇后娘娘 下有长公主 李妃妹妹 好事也轮不到你姐姐呀 进宫这么多年 要不是生出个智儿来 连个美人的名分也没有 姐姐 自小村里的老人们 不就说过了吗 你不是泥土之人 早晚也得穿金带银 姐姐 你是多聪明的人哪 生下的小刘智 一准错不了 讨厌 烦不烦 你听我说 强可转弱 弱可身强 皇上的前途呢 就是你的前途 你的前途呢 就是你儿子的前途 要下大旗 一步都不能出错 我问你啊 梁王进宫 皇上送他入朝 这什么意思 我说姐姐啊 这国事就是家事 你不得不留意啊 小叔叔进城了 就快要好戏看了 你等着瞧吧 他也想当皇上 你们说什么呢 你了 我 我 没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皇上呢 刚才陛下已经到了宫门口了 可突然间呢 想起来要跟王美人说件事 转身就走了 我怕您着急 特地啊 来告诉您一声 李飞娘娘 别着急 咱们还有下一次 下一次啊 我一直把皇上给您引到这儿来 谢公公 来 这个皇帝真让人没法做 你说老太太干嘛总那么偏心眼呢 他心里只有刘武 那么朕还是不是他儿子呢 人老了吗 总是要疼小的呀 不 他是一心指望 将来有一天 让刘武接朕的胃 陛下 您误会了 对母亲来说 手心手背还不都是肉啊 不过 以贱妾之见 太后也不过是想为自己的将来 欲做一个长期的谋划罢了 怎么讲 您想啊 您在太子位上一首多年 当了皇上 可身体又不太好 老太太的身子板 可是硬朗得很哪 一旦您有个山林崩 到时候让老太太只靠谁去啊 她能不想得远点吗 你这人聪明 陛下 来 出去出去 叩见大王 你跑到哪去了 现在才回来 这陈刚听说 昨天公宴上很大事 现在看来 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皇上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大王的忠诚啊 你在城里打听到什么了 朝野上下的飞短流长 那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不足为奇 现在的中心话题 都是关于薛藩的事啊 那你看 依城看来 皇上毕竟 在先帝的朝中 做了二十三年的太子啊 二十三年的壮怀之情 二十三年的耳闻目辱 早已是老谋深算啊 皇上身边能够影响他的人 受推朝措 但朝措此人 明于国家大政 昧于人情世故 形势过于急了 薛藩如果开始 就怕收拾不了 大王你得考虑好喽 朝措 刚刚以受贿的罪名 割除了吴王丞相 元昂的职务 这是杀鸡给猴看 朝措还派出大皮尔墓 奔赴各地 寻觅各诸侯王的罪行 看来亦是箭在仙上了 大王胸中要有数啊 一旦薛藩首当其冲的 就是吴王刘碧 这可是一招险棋啊 一旦薛藩 臭动的就不光是吴王一家 所有的诸侯王一损俱损 他们极有可能联合起来 与朝廷拼死一搏呀 他妈敢造反 一两个王凡并不足虑 最可怕的就是他们联兵而返 这些王爷都是高皇帝留下的 金枝玉叶谁怕谁呀 就说这个焦西王吧 他一向自视为高皇帝的直戏嫡孙 认为天下早应该是他的 压根就没把皇帝放在眼里 不管他们表面上是如何的公顺 他们的心里永远不会平衡的 大王 您说 他们能老实吗 所以微臣要说 皇上必须依托于大王的力量 才能抗衡各国诸侯可能的联合 虽然皇上胜了大王并不一定得力 但若是皇上败了 大王一定也要完蛋 要做最坏的打算 你 是啊 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 大王虽然只能与皇上结成联盟 那也不能白干 从长远来看 薛藩之策不仅是针对其他诸侯 说到底大王您也是藩王之一 非鸟尽则梁宫藏 等削完其他藩王 怕也就要轮到大王您了 所以从现在起还要早做谋算 咱们要让朝廷吃不进去 也吐不出来 大王何不趁着和皇上结盟的机会 向朝廷要军备 要武器 还有款项 凡是大王平时想要而得不着的 这会尽管去要 只要大王提出要求 皇上都会给的 听着 包围楚王官邸 冲进去 怎么回事 报告大王 什么声音 我们的官邸被廷尉包围了 你们是什么鸟人 赶到本王官邸捣乱 老子问你们话呢 朝大人 你带兵包围本王官邸 是何用心呢 本御使奉皇上授权 纠查汉室所有王侯及官员的 不端行为 所以 难道本王这里也有什么不端吗 我想问问楚王 归府上是否藏有楚管的割迹 有又怎么样 难道本王的私人嗜好 违反了哪条汉律不成 照歌迹虽不为汉律 可前年大王来朝 参加文皇帝伯太后的葬礼 国丧时期还与这几名女子淫乱 这可是犯了私奸淫荡之罪 这是要问刑的 朝错 你是在存心找本王的罪名啊 你不得好死 大王如有什么冤情 可以向皇上去说吗 呸 早知如此 我恨不听众人的话 早杀了你 朕今天体力不行 今天的烈祸落在你后面 今天得全看你了 不 陛下那不过是碰巧了 这些小东西啊 是自己撞到剑上的 老三 朕有一件大事得跟你说说 想听听你的看法 陛下请讲 这朝作大夫 建议朕立即削减 各藩王的领地 收归朝廷作为俊剑 不知你的意价如何 陛下 此事 陛下不该与臣弟轻易呀 不不不 臣弟毕竟也是藩王之一嘛 不不不 你梁国可不一样 一旦削藩 你梁国不仅不能削弱 倒是应该充实 有你为朕 守在东边 即便来了个天下大乱 朕有个轻弟弟 可以医中 朕也就不怕 臣弟谢陛下 陛下既然这么说 那臣弟 就斗胆禁言八个字 当断不断 反受其乱 是 对 有你这个话 朕心中就有底了 是啊陛下 这是梁王的剑 这上面还刻着梁字呢 我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梁王这样做 岂不是为之 上林院是皇家园林 任何人不得私的兵器进入 梁王应该知道的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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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啊 皇上 卑职有要事禀报皇上 禀报皇上 禀报皇上 梁王为智了 请皇上圣采 啊 什么 你们大吉小怪干什么 梁王是朕的亲兄弟 他的剑 就是朕的剑 他的兵 就是朕的清兵 唐帝之花 恶配依依 守族之情 莫如兄弟 来 一起上 唐帝之墓 画朵连连 根连着根 花连着花 守族之情 掺了 唐帝之花 各不威为 守族之情 莫如兄弟 皇上 驾到 武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驾到 武王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平身吧 平身吧 谢万岁 说说看 有些什么上奏啊 启禀皇上 有御师署参奏 楚王流雾 司间淫荡一案的奏本 还有弹河赵王流随 还有呢 还有御史大夫朝错报来 情语停译的薛藩策 那个 那个 这个薛藩策 朕已经读过了 今天早朝叫大伙来 就是想听听你们的见解 这件事事关重大 关系到朝廷的百年大计 千年大计 所以今天大伙 可以畅所欲言 都谈谈 御史大夫朝错 御史大夫朝错 臣在 你可以先做一个说明 您 朕也想听听 在座各位的高见 臣 遵旨 诸位公卿 诸位列侯 诸位宗室大臣 现在提出薛藩策 并不是有什么新鲜主张 不过是实施先帝的遗愿 曹大夫 你自己的主张 就说是你自己的 不过是实施先帝的 不过是实施先帝 先帝之赵的名义 应论已大不敬 斗大人不必多虑 因为这确实是先帝的主张 孝文皇帝前元十一年 当时卑职出任太子辅施 先帝招卑职入魏阳宫 赐微臣看一个文件 并抄录以转成皇太子 什么文件 就是 当时任梁怀王太傅的博士官 贾义的一封密奏 张提示论治安策 贾义说 当今天下形势有如遍地干柴 我们正躺在干柴之上 贾义 不就是那个出身洛阳的 市井小子吗 一贯威严耸听 声誉不佳呀 当年的论治安策 就是贾义受先帝之主而做 策中提出根本问题有三 流民问题 薛藩问题和抗击匈奴问题 策中所建议的调臣 例如为了防范诸侯扩大梁国封地 以梁王聚首梁国以平位观中 改大齐国为六小国 分淮南一国为三国 这些都是先帝当时为后日薛藩做准备的 故本之计 贾义 贾义 贾义当年的那个论治安策 您可以 卓文历 腾血若干分 给在座的都发一发 都看一看 臣遵旨 今汉之天下 以一分为多 天下五十四郡 同姓诸王领有天下三十九郡 而陛下直辖不过十五郡 仅就土地人口而言 诸侯王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汉家的诸侯分封制度 本意是以天子为中心 让诸王做王室之平凡和辅佐 各诸侯王呢 本应和朝廷命官一样 都是天子的仆臣 可是 一些大小诸王们 上马治军下马治民 任意生杀欲夺擅自行事 大大小小的事情 从来不向朝廷禀告 有的人甚至目无皇上 数十年不入朝供奉 连皇太后也不来敬拜 汉家之制令 早已不能通行与诸侯各国 这样下去 恐怕迟早要发生 不利国家的事情 以至于重演春秋战国的大乱局面 陛下 沉浸一言 陛下当临大卫尚不久 举证意以安定祥和为主 当今四海一家天下成平 列王诸侯与陛下有骨肉之亲 更亦以何为贵 朝廷的这种言论 威言耸听 有煽乱挑拨之险 请问中尉大人 这些人 汉历国数十年以来 何曾真正安定过 朝大夫 你什么意思 高祖在世十年 一姓诸侯 凡者久己 文皇帝在位二十年 先由纪北王刘兴君谋反 事隔三年 又由淮南王刘长作乱 那么你认为当今谁会来造反哪 是 譬如当今的吴王刘毕 刘毕 陛下 御史大夫这样当庭指示在位藩王 以下犯上离间皇亲 如果穿到诸侯儿里 恐鸡生变故 陛下 当今天下太平 吴王刘毕乃高皇帝嫡亲侄儿 既是孝文皇帝的堂兄 又是皇上的堂伯父 当年高皇帝定天下后 九江王全部造反 吴王刘毕身临江场 力有战功 其封国之郡五十成 乃是高皇帝亲手所封 吴王多年不入朝 也是因为先皇帝 提去其倍高年老 准期不朝 如果皇上要招吴王觐见 可直接派使宣诏 岂能容外臣 善论陛下家事 离间骨肉 今天是庭义 既是庭义 就言者无罪 正看大家还是先沉住气 多听听人家说的 多想想 话说过头的 就顾望听之吧 高皇帝封吴王时曾说 忘气者言 这天 朕死之后五十年 东南有人造反 不会是你吧 多年来 吴王不仅不入朝觐见 而且又为君臣之礼 本属不断得到密报 吴王自是帝大裁风 一直在招募侠客 整武练兵 却有不轨之途啊 吴王还私下串联 其他若干藩王 在他的教唆下 交锡王 楚王 齐王 也都交涉淫逸 无视汉律 侵蚀国地 蚕食无人之土 以致公然驱逐朝廷守官 鞭榻朝廷命远 十分嚣张 悲臣之所以修改汉章三十条 就是为了立法纠和 反诸侯王犯法 反诸侯王犯法 不仅应该与庶民同罪 而且应该根据其过失的程度 削夺其风力 这就是薛番策的主要命运 这个薛番策 朕看他的实际意思 就是八个字 尊君强国 惩治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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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何高见 陛下 请允许臣 向朝廷命运 向朝廷命运 朗大夫提几个问题 你说 提吧 薛番令一下 势必上上下下雷厉风行 奇态之大 奇势之猛 但 会不会操之过急呢 会不会 鸡而生变呢 是 朝廷内外 所有的相关部署和准备 都有了吗 那你看 都要做哪些准备呢 臣以为 薛番之策 即便是先帝所赞同 但 先帝为什么不急于施行呢 先帝的办法 其实不是用大火去烧 而是用温火 甚至用烟去熏 慢慢地渗透 当今我等急于定策薛番 必然会使朱王都感到不安 这样 会不会使那些 本心不反对朝廷的人 也对朝廷滋生出不满呢 那 臣以为 薛番之事 应从长计议 当务之急 我们的毛 不是指向内 而应是向外 全国上下 求大同存小义 团结一致 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 那就是 匈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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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廁大夫这个薛番策 还是有道理的 至于匈奴 朕决定奉行高皇帝 和孝文皇帝的和亲之策 不轻其战断 但是这个薛番大策 也不认识 关系到 大汉立国的根本 看来是 非得实行的了 既然陛下 圣意已定 臣就不多说了 请钟大夫 拟起到旨 楚王刘悟 在太皇太后沮丧期间 私奸淫荡 按律当斩 此后 任其是黄始宗卿 又已有悔过自心之意 予以特赦 削去其东海郡 其管辖权 收归朝廷 赵王刘遂服用伪制 辱骂朝廷命官 孤念其事初犯 学去赵国之河坚军 收归朝廷 教习王刘昂 在国内 善力明目 脉官欲举 威质严重 学去教习国 所下六线 收归朝廷 是以吴王刘毕 御史代不出 虽有其图谋不轨的检举 但他是朕的伯父 在本朝开国之际 又立有战功 朕决定将旨身赤 以示警告 其封义 战不削减 好了好了 那个宗正大夫来了吗 是 微臣在 朕问你啊 当年 朕误杀了乌国太子 他的灵目 一向可好 一切安好 你一定要按时整休啊 四十祭祀 生一个 按皇太子 好 我 好 好 好 快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